乘风2024出舞台录制完毕 今年的出舞台保命戏很好 基本上没有任何关于出舞台全部选取的歌单瓜 去年在出舞台刚刚开始录制结束 就已经有瓜主曝光出来 陈佳化现场唱了魂一杀歌曲 恋人未满拿了第一 并且谢娜唱了波罗波罗蜜 2024年姐姐们出舞台的歌单只有部分 感兴趣可以查阅上一篇内容 虽然没有出舞台的完整歌单 但是成绩前十名是有了 出舞台成绩获得前十名的姐姐有 雅敏 尚文杰 何杰 韩雪 万尼达 陈丽君 正妮可 谢金燕 袁雅维 孙夏琳 这十位姐姐中至少有五位姐姐会是队长 结合一公分组来看一下 一公分组有八组 分别是两个六人组 一个五人组 一个三人组和四个四人组 两个六人组分别是 一组 韩雪 何杰 万尼达 孙夏琳 雅美 周杨青 二组 尚文杰 李佳格 李希瑞 财石云 杨锦华 朱丹 这两个六人组可以看得出来 尚文杰和韩雪应该是两个队伍的队长 当然第一组也有可能队长是何杰 但是按照何杰今年自建参加节目的身份 和千两年都没有自建成功的情况下 韩雪的位置显然更高一些 四个四人组分别是 一组 陈立军 柳妍 萨鼎鼎 陈浩宇 二组 齐薇 谢金燕 蔡文静 麦 三组 苗妙 刘欣 赵一欢 郭碧亭 四组 米瑟斯 王林 范甜甜 季孟佳 这里面如果参考之前的成绩排名来看 陈立军 谢金燕可能是队长 从这八个分组也基本可以预测出淘汰姐姐人选 八个组里面明显有两个是炮灰组 四人组的米瑟斯 王林 范甜甜 季孟佳 这一组除了王林具备国民度以外 剩下三位基本上国民度都不高 米瑟斯是电竞姐说 范甜甜 齐八说变手 再加上部分影视剧的配角 季孟佳也是国民度不高 所以这一组的人气应该会垫底 淘汰姐姐肯定会有至少一人是这个组的 另一个炮灰组是Josey 郭淑瑶 玛瑞 三人组本身人气就比其他组少人 加上还有国际姐姐 可能这一组会很扬眼 但国民度一定不高 可以参考去年的唐伯虎和许晶韵的舞台 两个人表现很好 但是败给了人气 如果这两个组是炮灰组 那基本上淘汰的姐姐就可能会是范甜甜 季孟佳 郭淑瑶等几位姐姐中出 这几位姐姐就成了一轮游的姐姐 当然 由于今年参赛姐姐人数多 也有可能第一轮淘汰三位姐姐 具体肯定要根据节目播出之后的反响 来进行淘汰人数设定 一公基本上都会淘汰最透明的几位姐姐 你们心中哪些姐姐是小透明呢? 请不吝点赞汰